哈囉 要到了我媽媽好生的直播的時候 欸 通常我看人家直播都會一直調鏡頭 通常我看 啊誰 調鏡頭是不是 就是都會這樣 都會這樣 哈囉 你們有看到我嗎 嗨 好 現在 有沒有看到 有嗎 可以嗎 喔 喔 嗨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沒有啦 但我沒直播過 很多很多很多很可愛的女明星 但我剛剛那樣子可能嚇到大家 然後大家都離開了 但是大家 給我們心甘讚吧 因為上禮拜呢 很多人啊 支持跟鼓勵 所以我們就想說 嗯 那這禮拜呢 直播來跟大家聊一聊 是 上禮拜我們直播是吃便當 不是 現在還是要吃便當 現在是我們錄那個 媽媽好生的中場休息 對 所以剛好是晚餐時間 是 你拿進來啊 可以啊 謝謝 我的便當來了 不要害羞 哇 還有衛生紙欸 這就是我們的便當 這 欸 這誰的 沒關係 不要 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跟你要 便當比較重要 我的餐具 謝謝 他餐具 他的餐具 為什麼今天會有兩本書啊 因為其實呢 我們之前呢 有跟大家討論 就是關於那個 跟小孩 就是講床面故事 或是繪本的故事 那其實之前都是媽媽做示範 我們沒有看過黃醫師做示範 就想說 那間黃醫師 你來講講繪本給我們聽好了 你常常在家裡講故事給小孩聽嗎 沒有 我都放那個小兔 或者是那個小熊之類的 所以你平常沒練習嗎 我老公會 我老公 欸 不行 可是我們之前其實有跟媽媽講說 欸 你是舞台劇演員欸 你講故事一定超好玩的啊 哎呀 因為我其實講故事會講到自己睡著 可是你講故事應該那個很多 謝謝 可是我們在小孩聽可愛的醫生講故事 好 我們之前其實有講說講故事啊 要說得更好媽媽可以運用的技巧 就是邊說邊演 比方說現在好喝 好喝好喝好喝 好喝 好喝 好 我教你一張 你要講那個故事是有小動物睡著的 嗯 所以現在貓咪就沉沉地睡去 然後就睡到隔天早 對 我很常這樣 我常常做的是我老公講故事 然後其實昨天吐老公講說媽媽你講故事給我聽 然後講的都不對了 然後就才發現其實因為我老公講到一般的時候 我就先睡著 然後第一個是模擬情境 這跟依有什麼差別啊 對 也是啦 然後再是角色扮演 每方說 這跟依有什麼差別 角色扮演 欸對啦也是 這哪一個專家寫的 提出問題重編故事 喔對 那更天馬行空一點點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請我們的可愛的黃松霖醫師 真的假的 示範一下下嘛 好不好 一下下就好了 喜霧喜霧 這是你家的書嗎 這是我們製作人家的書 它的名字叫做 《道非洲只有一小段落》 有人喜歡這本書嗎 我喜歡 有沒有 有沒有人喜歡 有沒有 有的話按個讚吧 我小孩小的時候啊 如果看到字這麼多的書啊 我就要挑別的 為什麼 這念完很久欸 我唸可以唸一個小時 對啊 然後一個小時它也不算 你們又火很大嗎 沒關係啊 對啊 看他們都好有 給大家選好了 另外一個叫做 這本我認識 這本我不認識 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你們想要到非洲的一小段落 還是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你們想要哪一個 我們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但應該都講不完 看一下 沒有我們只講一小段而已 你們想要哪一個 好帥好美 有這本書嗎 好帥好美 有這本書嗎 我們很高興 你們想聽哪一個 到非洲只有一小段落 還是呢 想要看我們可以做朋友嗎 有人兩本都有欸 好厲害喔 字太長了 因為譬如說這個是母 喔 有 有人說我要做朋友 好不好 這本 有 我們先聽這本好了 謝謝 因為這本字比較少 哎呀 太好了 誒說真的啦 字多字少的話 也會影響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那天很累的話 我看到那個字 我想說 因為你中間說 好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 明天再說 不行 那我可憐不可能啊 他一定叫你把他講完的啊 所以就 這要看爸媽的經歷如何 爸爸爸爸 快講故事給我聽 在農莊的某處 住了許多動物 你看很多動物 當中最漂亮的就是愛麗絲耶 她是誰 她是誰 愛麗絲 朱小姐 真的是我本人耶 是她嗎 是她 喔 愛麗絲很愛漂亮 有一天 當愛麗絲一如往常 坐在河邊的時候 有一個馬戲團經過啦 哎呀 馬戲團耶 你有看過馬戲團嗎 有有有有有 真的喔 我小時候有看過 你才三歲就看過馬戲團 不了 了不起了 喔 對啦 爸爸我那個想像也有看過馬戲團 哇賽他戳破我耶 爸爸爸爸 你再次帶我去看馬戲團吧 欸現在還真的很少馬戲團 我們小時候有 對對對 可是小時候那種 有點像那種動物的那種 好像比較少一點 你有看過馬戲團嗎 小時候有 喔 其中一個車廂裡 坐著彼得 彼得是誰爸爸 好像是這一隻 跳踢踏舞的大象 就是他了 當彼得一眼看到愛麗絲的時候 心裡想著 多麼甜美的小豬啊 哎呀 彼得愛上了愛麗絲了嗎 跳好快喔 有可能喔 反正過了不久呢 彼得就是在馬戲團演出 啊他跳踢踢踏舞 啊迷人 可是彼得呢 對那天早上看到美麗的豬小姐 念念 哎呦 彈戀愛 決定隔天要去農莊走走 呦 彈戀愛 哈囉 你好啊 欸你是誰啊 我是彼得 我是愛麗絲啊 這算是角色模仿邊演邊說嗎 是啊 欸根裡面是一點關係沒有 哎呀 所以彼得就邀愛麗絲一起划船 這故事有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這麼一艘小船 要裝一隻沉重的大象跟一隻豬 應該會沉吧 哈哈哈哈 但是 畫面上並沒有沉默 哇賽好棒喔 好 所以他們兩個就划船 好浪漫喔 有啦有他裡面有講 小木船因為彼得太重 所以搖搖晃晃的過程當中 他告訴愛麗絲有關非洲家鄉的事情 所以他老家在非洲 是 你知道非洲在哪兒 我知道啊 就亞洲的隔壁嘛 就歐洲的附近嘛 對 反正全世界都是一家人 對 所以他送給愛麗絲一束花 是 還送給他一本描寫有關非洲的書 爸爸爸爸你有送過媽媽花嗎 我當然有啊 什麼花 就是那個 菊 不是啦 不要插嘴 欸 那有小孩不插嘴的啊 有啦有啦有啦 欸 其實小孩很常插嘴對不對 插嘴是正常的啊 可是我被小孩插嘴插到最後 我就說那你唸那你講 你不要唸 不會我喜歡插嘴 插嘴就可以暫停啦 就可以聊天 喔 也不錯也不錯 你好棒喔 你都有另類思考耶 一定要的啊 不然就念完 比插嘴的中間聊天還很多耶 也是 然後呢 好他們就談戀愛了 好 然後呢 就這個 時光飛逝 就是冬天來了 所以農莊裡面的 找 我看一下 後來彼得就離開了 因為他要去別的地方表演 所以有一天 在彼得離開後 有一段 大家有沒有覺得 爸爸念的有點糟啊 對 因為 農莊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艾麗絲生了小豬了 蛤他跟誰生小豬 你看這個條文就知道了 他跟山豬生小豬 不是啦 這是彼得的條文啦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啊 真的啊 小豬跟大象喔 艾麗絲生出許多小豬寶寶 可是這回極不尋常 有隻小豬仔身上多了 奮奮的條文 而且還有長長的鼻子呢 哇 這個書 好不簡點喔 欸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 不是啦 你念這個給你小孩聽 這很好啊 見一次面 我只能說 見一次一夜起 欸不 他有聽過 杜瑞絲這個東西嗎 哈哈 太過分了 但是anyway就是想像天馬行空嘛 對不對 好不好 這個本書地雷很大欸 對我也覺得 所以選書其實也很重要 選書很重要對不對 對啊 所以像這種老師 那如果那個小豬會說 巴巴巴巴巴 他為什麼會生了大象的小孩 你要怎麼回答 以後我一定把這兩頁貼掉 哈哈哈哈 重點就是 重點 因為重點在後面 重點是 好有道德觀的Bob 因為重點是 欸這個是疾管署強烈提醒 對啦 是 一定要保護自己 是沒錯 所以呢基本上 小豬就是 他生出這個混種的 叫做彼得 欸叫做什麼 約翰 約翰 約翰看起來太奇怪 所以沒有人跟他玩 嗯 然後他 跟醜小鴨的故事很像 對對對 他整天待在豬圈裡面 然後他那個鼻子 他只覺得太長 因為別的豬都很短嘛 嗯 他就一直把他壓回去 哎呀 就是沒有 徒勞無功 嗯 大家就笑他 你長鼻子 胡椒笨 哎呦 你哥哥好可愛喔 其他人就 其他的小豬都嘲笑他 艾莉絲只好就安慰他 哦 然後他就說 這樣子我們 別人不跟你玩 我跟你玩 那 你知道我有一個 你的爸爸 他沒有講 但是基本上就是他的爸爸 欣妮姐老公留言 兩個愛心喔 哎呀老公你好 老公我沒有出去玩 我認真的在做節目 跟那個 跟那個 吃便當 你的老公是在說 你看他每天跟小孩講故事 就是 我等一下講我老公講故事 講給小朋友的故事 給你們聽 好 總之約翰呢 看了這本非洲的書 好喜歡喔 因為裡面有他爸爸去的地方 哇 然後後來呢 有著非洲的寫 對 有一天呢 這個 所有的動物裡面 發生了一個事情 就是危險的狐狸 哎呀 要來農莊了 怎麼辦 小心啊 可能會被吃掉 很快的狐狸你看 哇塞 好會演好會演喔 不知道狐狸怎麼笑 嘿 哈哈哈哈 欸你聽過這首歌嗎 什麼 What does a fox say 很有心腸 你都沒有聽過嗎 狐狸怎麼叫啊 真的喔 我們沒有 我們就聽過 部狸 狐狸 Monday 你真老闆 這好像很早的,我不知道是電影了 現在都是流行 好,後來約翰就想說大家不要跑 我在非洲這本書看到大象用 的那種用力呼吸就可以把狐狸吹走 真的還假的 所以當這個狐狸來的時候 約翰就是混走了小豬跟大象 然後就用自己的長鼻子把狐狸吹走 結果狐狸真的走了嗎 狐狸就嚇死了 狐狸真的走了耶 所有人都要跟他做朋友了 真勢力言 之前不跟他做朋友 現在把人家幫人家做 講故事不可以有太多情緒啦 弟弟你會這樣嗎 就是人家幫你忙你就跟他做朋友 人家不幫你忙就不跟他做朋友 這樣對嗎 不可以 我是妹妹爸爸 你看不出來嗎 好啦,所以呢 現在每一個小豬呢 就開始想要學約翰把自己的鼻子拉長 因為把鼻子拉得好帥 新一日之前 約翰覺得鼻子長長的很丟臉 對 這樣好嗎 不行 別人怎樣你就要怎樣嗎 不用 上帝創造你自己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對不對 對 好,反正 最後大家就是盛大的一個party 好,慶祝長鼻子 約翰幫大家把火力趕走 故事就結束了 有本次問說黃醫師想要聽黃醫師在唱一次歌耶 哎呀 他帶著Foxing 其實我不會唱 你真的回去search 超好笑 超好笑 真的嗎 然後呢 那一對兄弟 那一對兄弟就是挪威的一對兄弟 超有創 他每一首每一次那個歌都非常的跳痛 我發現他其實很會看一些網路上有的沒有的影片是很有趣 他們真的很紅啊 他們真的很紅 哎呀 而且看 那對兄弟紅了以後 他們其實還有一個弟弟 然後那個 就是他們三兄弟 這兩個紅 另外一個沒紅 哎呀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揪他 然後就 又編了一首歌 然後也以那個小弟弟做主角 哎呦 然後就說我兩個哥哥很紅 然後我什麼都不會 那麼可愛 然後人來問他會什麼 他說我會 我會編 橡皮筋還是什麼 怎麼那麼可愛 三首歌就在講這個 好可愛喔 他們叫什麼 所以你這樣 就念完了 我現在查 Yves 什麼Yves 還是Yves 有人知道的話可以Key給心靈看 留言一下 那麼可愛 我們家都在唱什麼 什麼 One Little Moments 哇 就是美人女歌 我想聽心靈唱歌 不要 心靈剛剛不是說要跟我們分享 你老公都念什麼故事給 對 那我要吃一件當 就是我老公最近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我老公因為那個最近要演出 所以他的喉嚨就是要很小心 因為你這樣唱進去就 啊啊啊的那一種 嗯 然後昨天我就想說 哎 我們找到了耶 我們要先聽狐狸怎麼叫嗎 好啊 這給大家看吧 有中文歌手 愛心便當 今天用在愛心便當嗎 哦 他今天的便當是義大利麵 還有什麼可以跟大家講 花椰菜 哦還有呢 哦我有聽過啦 哦我也聽過了 聽過 這樣你了解了嗎 他叫什麼 YES YES Y YL Y I YL Y YERVIS The fuck YES YES 你今天是義大利麵 對 花椰菜 好你可以繼續講你老公的故事啦 沒有啦 就是 昨天就把他叫我講故事 然後我就想說 喔好吧那就講他爸爸編的故事 因為我們都把燈全部關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留燈 就可以看故事出造 然後也覺得 做了這節目之後 好像不應該再放故事小兔 或是什麼小熊給他們聽 然後昨天就想說 那我來講 那因為他爸爸有一個故事 就是自己編的這樣子 然後每次都講一樣的故事 然後我就開始講說 喔 從天從天有個村莊 有個小孩叫小強 然後呢 小強有很多朋友 有旋風兔 然後我就忘記了 然後兔寶就媽媽不是 不是這樣子 是從天從天 有個村莊叫幸福村 然後我就說 那你講好了 然後兔寶就說不要 所以到最後還是他爸爸講 他爸就說 從天從天 有個村莊叫幸福村 裡頭呢 住了很多村民喔 然後兔寶就說 什麼是村民 然後不想說 喔 然後村民就是有一個村落 裡頭有很多人 住在那裡 什麼是村落 火就慢慢冒到這裡有沒有 所以就有一個故事講不完 就 喔 有一個地方住了很多 有很多房子 然後有很多人住在那裡 然後呢 裡頭有一個人叫小強 一個小男生 小強呢 就是呢 有很多朋友在森林裡頭 為什麼小強在森林裡頭 那麼多朋友 因為他還要去砍木柴 然後才可以生貨 才可以煮水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是你講的 我老公講的 欸 我問你 你們有沒有去學校講故事可以看 就是學校有那種講故事 故事媽媽 故事爸爸 沒有欸 可是我有去橋虎講故事 喔 會 那底下有你小孩嗎 沒有 有小孩我沒有辦法 我小孩學校那個故事爸爸 你有去喔 我就去啊 然後我那天講的故事 大家可能有人家裡有 就是爸爸的頭不見了 就是你有沒有 不講也一樣 故事嗎 然後呢 爸爸的頭不見了 就是他爸爸就是 故事大概就是說 他爸爸因為在公司 公事忙碌 所以把頭留在公司沒帶回家 哇賽 哇賽 好有意境喔 對對對 那我去的時候呢 我在身上藏了 那個 因為他們幫爸爸做一個夾頭嘛 然後用那個紅蘿蔔做餅子 然後用花椰菜做餅子 還是什麼的 反正我就身上藏了一根紅蘿蔔 一根花椰菜 然後一些那個書裡面的東西 然後我就講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說 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然後小朋友就笑成一團 好懂喔 當天我兒子根本就是風雲人物 哇 你爸爸跳好好笑啊 你爸好厲害 然後我兒子超開心 哎呀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 你老公可以去 學要 講故事 有粉絲問說 黃醫師怎麼會這麼帥啊 唉唷 這都是因為我有愛心便當 的關係 我今天一天跟我朋友說 你好棒喔 你可以跟黃醫師走私 他好帥喔 可以幫我要他簽名照嗎 啊 簽名照 我應該沒有這種東西 有沒有很多那個 去看整集是想去看明天的演講 沒有啦 沒有 真的有人那麼無聊啊 本人還蠻帥喔 嗯 嗯 欸我們剛剛不是在講講故事嗎 對啊 怎麼會跳這個話題 欸可是那個啦 我們有一些字卡就跟大家 好 好 製作單位非常佳心 嗯 怕我們講話很無聊 可以讓大家長點知識 家長說故事的提醒 多感官學習 什麼意思 會本當 多感官學習就是 有聽覺啊 嗯 然後有視覺啊 然後有觸覺啊 就是可以有多感官的學習 還有翻頁啊等等 那會本當遊戲 就是 不要把它變成教科書 這個 從前從前 吃翁從 吃翼前 會拼音嗎 還拼給我聽來 嗯 沒有把會本當遊戲 了解 連結生活經驗 就像我剛剛講到一半的時候 我會說 你去過馬西傳嗎 嗯 你有看過小豬嗎 嗯 就像跟生活連結在一起 這樣子 了解 但其實就是 無招勝有招 腦袋裡面沒有太多 想要塞進小孩腦袋裡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講故事就變得很好玩 嗯 但是至於小朋友是怎麼樣 看待媽媽說的故事咧 一歲前 一歲前是互動遊戲 兩歲前後是語言遊戲 三歲前後是問為什麼 四歲前後是圖文結合 四歲以後是主動閱讀 這個不是讓大家拿來 評估自己小孩的發展 而是拿來安媽媽的心啊 哦 就是因為你講故事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跟我小孩講故事 他都沒有辦法安安靜的做著 或是聽不完一整個故事 那其實你就知道說 因為他根本還是在互動遊戲的階段 他對故事內容沒什麼興趣 他只想跟你 就是這在什麼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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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在哪裡 這樣子 那或者是他只想跟你玩語言遊戲 就是他只想看到裡面的繩子 啊這個 什麼 車子 然後他可能就會接 爸爸 車子是綠色的 哦 就是他其實對故事內容沒什麼興趣 他只是想把這個東西 他抓到了 然後就要跟自己生活聯繫 當然你就不會太在意 他是不是把故事聽完這樣 那大概從這個後面以後 他才開始真正是想把故事聽完 尤其中間我開始問為什麼 因為這個故事如果沒有邏輯 他就想知道說 這個這個怎麼會這樣呢 那最後到這個時候 大概比較成熟 就他已經真正融入在繪本裡面 甚至到在更大以後 他連圖都不需要 他知道文字本身就代購 而不是靠圖 其實我覺得我老公講故事 有個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他講故事的時候 比方說他說小強 然後遇到困難要去解決 所以要去遇到老土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一定要過我十個關這樣子 然後他那個十個關就會說 第一關請問一下 你媽媽的手機電話幾號 哦 第二關請問家裡的電話幾號 第三關如果遇到壞人的話 你要找誰 然後杜寶就會說 找警察、找老師、找媽媽 然後我就說 那警察的話 如果有事要趕電話給警察 要打多少 110 你覺得這是壓力嗎 應該不會啊 小孩很開心就OK啊 嗯 對 所以我們等於是用這種方法 要記得自己家裡電話號碼 跟爸媽手機方碼 這樣OK嗎 反正只要不要把讀會本 每一天讀會本的時間 都變成考試時間 哦 所以我們又可以問他 胡家有多少之類 跟 壓力大的 壓力大的 就不要了 了解 那如果只是剛好 隨口溫溫 那這邊一共有幾隻豆腐 然後自己在那邊數 這樣就不會有壓力 了解 那這裡總共幾片排毒 立刻著重到食物上面 所以你女兒OK嗎 這樣每天聽故事 我 我跟大家講 大家一定要把握 念故事給小孩聽的時間 其實現在 有的時候他們不要我念 因為你兒子大了 應該不會想聽故事 不會不會 不是每一天 他不會是一天之後 再也沒有 像 我兒子還是會希望我念那種 比較大的書 哎呀我真的 但是 我今天好久沒有 好久沒有 我很久沒有 哈 水虎爽 精霈咩 精霈咩 不是啊 就是那種 裡面都是字的 那有時候他會 他會希望我講他的題 對 我真的很自責 我已經滿長一段時間 沒有講故事給他們聽 因為就是他們 都上床趕快睡覺 然後我就 就是我有講故事給他們聽 但是不是 不是這樣講 關燈關燈關燈 我來講故事 這樣子 那你會建議 譬如說像 你剛講說 關燈關燈我們隨便編一個故事 或是 真的要有圖文 這樣子 你會建議 都好啦 但是我還沒有 我剛剛要講的是 我很懷念以前 我講故事的時候 兩個小孩在我身邊 哎呀 現在有的時候 他們會自己看 就譬如我講給這個題目 那另外一個人 覺得這個故事 不是他的菜 他就自己拿一本書 在旁邊看 那我當然很好 可是我是覺得 哎呦 好懷念以前 他們不識字的時候 喔 兩個會 好吧 我今天也去試試看 哪個小孩 他們一下子就打起來了 可是你知道 二寶那個年紀 就是我開始拿故事 他就開始拿過來 撕破 撕破之後 頭髮就說那是我的 然後就開始哭 然後他爸就說 兩個都出去 就這樣 等到他們安靜的時候 他們出去有打110嗎 沒有沒有 沒有 是他們兩個 就是 怎麼講 不是說 就是分兩個地方 讓他們兩個冷靜 然後等他們冷靜之後 再回來睡覺 所以我們家睡前一次戰爭 是好 醫生那個 有粉絲問說 那不滿一歲的小孩 可以 可以講故事給他們聽嗎 可以啊 他們聽得懂嗎 他們聽不懂啊 我們就是 講一個氣氛 講一個情緒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板 所以就是互動而已 有的時候我們跟小baby 你看我 看你 有時候不知道要講什麼 其實拿個繪本 就 就看圖 看圖說故事 好 欸 你看他在幹嘛 欸 這什麼顏色啊 好 類似這樣 就是玩玩而已 不用太在意故事的內容走向 我去透明 我每天都有講 睡前繪本故事給二字聽 婉鈴你好厲害喔 每天喔 懷石你有建議 嗯 看起來這個很帥 喔有欸 懷石你這個pose 謝謝 可以可以 欸覺得懷石帥的人 趕快按讚 快點 愛心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有沒有有沒有 這個模式很適合玩那個 對口 什麼是對口 就你講話然後我對嘴這樣 好 就很好笑 大家好 歡迎來到媽媽好神直播室 我是黃崇寧醫師 鍾欣你真的好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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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大家好可愛 大家一直按讚更新欸 你們也人太好了吧 嗨 嗨嗨 嗨嗨 請大家多多幫我們那個 那個 把這個 怎麼講 直播室告訴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會 呃 常常盡量找時間 尤其在我們錄影的時候呢 會找時間跟大家做直播好不好 還有重點就是要支持媽媽好神 因為今天晚上我們要告訴大家 怎麼樣吃才可以像黃醫師那麼聰明 阿今天是播那集 對對對 黃醫師你到底都吃什麼 他都吃這些然後很聰明 沒有啦 已經被我吃光了 剩下麵 你看我都先吃青菜 嗯 然後才吃澱粉 嗯 才吃蛋白質然後再吃澱粉 嗯 但這跟聰不聰明無關啦 這是減肥 熱量不要吃太多 那我這樣怎麼好一直往下吃 你都先吃澱粉然後再吃蛋白質 對啊 我都會一直吃一直吃 都一起吃這樣 好啦今晚八點 請準時收看 媽媽 東升超市 珊珊頻道 媽媽好神 親一下 我們來坐吧 坐動哪個女生 快車 起床 快車 快車 沒有禁止 快車 快車